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波兰分公司 中方员工宿舍里感受家的温暖 中东地区波兰市这几年经济发展最高的时候最快的 波兰物业管理员家中体会中波普通百姓间的深厚情谊 海滨城市格丁尼亚以及索伯特 和格旦斯克组成的三连城是波兰著名的度假圣地 温暖的阳光和碧蓝的大海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印象 而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波兰是1949年之后最早成人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我们设置组在采访中了解到 中波建交后合作成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就在这里诞生 设置组来到位于格定尼亚的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办公大楼 见到了中方总经理大小总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远方家一带一路栏目组的 我看刚才您是在办公吗 对对我们在早上刚过来办公开始 我们早上八点上班 早上八点 八点 在跟国内上班这种习惯还有方式都一样吗在这边 除了有时差的区别 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那您是来这边多久了 嗓音有些沙哑的戴小总经理 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并向我们讲述了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的具体情况 那这家公司是什么时候在海外成立的 1951年我们中波公司成立 中波公司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中外核资企业 你看这里是我们的公司刚成立的一个营业的执照 这个是海报是吗 专门把这营业执照打在海报上 这个很有意思 这是我们去年是中波公司第65周年成立的 我们一个做的一个海报 海报 那么这个海报是选用了我们公司成立的一个注册的 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我们的营业的执照 你看这个我们的营业执照是1952年6月 6月18号 6月18号那个签的 是由政务院总理 那时候还不叫国务院 叫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 但是主任的是我们陈云副总理 那么这张你看这个 因为是我们第一家中外核资企业 这张营业执照我们的编号是来在很前面的第116号 116号 说明我们这家公司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第一家核资企业 这个也是我们周恩来总理提出的 平等互利协商一致是周恩来总理 然后当时是给这个公司提出来的 对对对 因为当时是两个政府 那么同意成立这么一家核资的公司 那么周恩来总理对这家公司的成立 专门给了批准 然后提出要把这家公司好好办下去 一定要有一个合作的大的方针政策 那么就当时他提出了要平等狐狸协商一致 这么一个合作方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面临着西方的经济封锁和海上禁运 国家建设所积蓄的各种生产物资 无法从海上运抵国内 国际间的贸易也举步维艰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一条通往世界的贸易通道 波兰向中国伸出了游业之手 1951年6月15日 两国共同出资正式组建了中国轮船公司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第一家中华合资企业 也揭开了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崭新篇章 这是我们中国公司成立之初 1951年我们第一条船舶上的 我们船员的当时的合影 是吗 对 那么您看他们的凿凿的装塑 实际上这张照片你就看出 这个船员不光有波兰的船员 还有中方的 还有中方的船员 那么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那么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公司海上的禁运 那么当时我们这家合资合营公司 那么对外我们的名义 当时还不能以中波兰船公司这个名义 对外 那么我们是以波兰远洋 在远东的总代理航这个名义 来当时经营的 代理的这种形式 对 所以我们当时船员是派的船员的 都是波兰船员为主 那么另外还有中方的船员派在一起 是两边的船员在一起在船上工作的 这个船是悬挂的是波兰的国旗 这样的话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不会给其他的一些西方司令给盯住 那么中波伦船公司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建设 做出过巨大贡献 从1951年6月到1952年底 一年多的时间里 中波伦船公司 共同经营管理20多艘船舶 运输货物几十万吨 后来 随着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中波伦船公司 以波兰远洋公司 在远东的代理机构名义 开展经营活动 对中波公司的航运经营 产生了一定的束缚 经中波双方协商决定 自1977年1月1日起 启用中波伦船股份公司名称 开展工作 一直发展到现在 经过20多年这么一个演变 我们一步步过来 真正地恢复我们中国股市 这么对外的名字 那么这个也是和我们 经过了新中国20多年的发展 我们在国际地位 也取得了国际上的地位 那么我们也恢复了联合国的 我们的一个合法的席位 使得我们能够就是说 很堂堂正正的对外 进行我们的海洋运输 进行我们的经济的交流和合作 66年来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始终坚持当初 周恩来总理确定的 平等互利 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 公司当初以平权合股的形式创立 中波两国政府 各长公司50%股份 注册资本3976.2511万美元 一直到现在 公司领导机构 经营管理机构 都有双方分别选派人员认知 责权利都完全对等 有两个秘书 一个是中方秘书 国方秘书 实际上中国公司 是一个合营企业 50% 两个合营企业 在我们公司的 很多的这个机构的设置 是完全体现出对等 这么一个特点的 那么秘书是两个 那么在我们的主要的 公司的经营岗位上 我们也是双方的经理 业务经理的什么一个设置 那么公司的设置 也是对等的 在上海是上海总公司 在波兰是波兰分公司 虽然有总分区别 但是从两家公司的 这么一个规模和人员的 这个编制上面 也是体现了完全的对等 那么办公室的设置也是 那么如果说是两位经理 或者两位秘书 在共同办公的话 他们的办公座 是相向而坐的 那么便于在沟通上面 在平时日常的交流当中 比较顺畅 比较快速 不能从两个房间在座 戴小总告诉我们 平等的观念 一直贯穿在 中波伦传股份公司的 各项工作中 就连经理办公室的面积 员工的工委区域设置 也都基本相同 平时工作遇到问题 都是双方共同协商 共同决策 这是我们商务处长 这是我们中方的商务处长 他们在一起观光 面对面 距离近 便于他们日常的沟通和交流 任何一个报价 任何一个问题 他们都会通过双方的交流 沟通达成了一次的意见以后 在共同的名义 对外抱出去 因为文化也有差异 然后语言上可能 大家用英语也可以沟通 但是毕竟是有差异的 你们在这些 比如说处理工作上 或日常交往上 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差异 包括怎么跟中方员工 相互一些合作 对他们印象如何 我认为它不是很困难 因为我们常常的目标 是良好的效果 对比较高价 如果我们在心里 同样的解释 没有问题 与文化的差异 甚至更多 我可以看到我们中间的伙伴 他们有些不同的想法 也从我们的角度 有不同的思考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变面 戴乔总说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的财务管理 也实行独有的一些办法 如未体现中波公司 组建协定中的 平权和股原则等规定的要求 公司在中波两国经营 都免缴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而以每年上缴的利润 来代替纳税 正因为有这种平等互利的原则 和亲密无限的合作 才得以让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在成立66年来实现年年盈利 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 在中方总经理 正对面办公室的波兰方总经理 理查德·格雷茨奈尔 他说他在中波公司的 这个历史已经很长了 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40年 40年了 采访中 理查德·格雷茨奈尔 高兴地回忆着自己 曾经在中国上海六年的工作经历 他曾到过中国的很多港口 也亲眼见证了中国远洋运输行业 日益壮大的过程 尤其现在我们观察非常好关系 我们的高级级 我们的主席和主席 我们的主席和主席 现在在中国 我学习 她会在北京 15-13年 所以 这些小小部分是小部分 我们喜欢这样的部分 在这种大幅的 在中波轮床股份公司工作了40年的理查德·格雷茨奈尔 对公司充满感情 他告诉我们 公司最初起步阶段也遇到很多困难 幸运的是 通过中波双方员工的努力 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为了让我们更多了解 中波轮床股份公司创办之处的情况 理查德提议带我们到中波轮床公司 在波兰最早的办公地点去看看 中波轮床股份公司 波兰分公司的旧办公楼里 回忆公司初创时的艰辛岁月 有的时候还剩下通过第三国 去取得和最终要达到的联系方去联系 有的时候要等三天在联系上 格丁尼亚港口边 展望一带一路的美好蓝图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289集 中波游异进入新时代 正在播出 离开中波轮床公司办公大楼 我们跟随理查德来到位于格丁尼亚时区的波兰远洋公司就职 这里是中波轮床公司在波兰最早的办公地 1986年之前 中波轮床公司一直都在这里办公 听理查德讲 当年中波轮床公司就设在这栋大楼的五层和六层 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十年 每次来到这里都能唤起他许多回忆 这里走廊的两边是我们的员工的办公区 那么左边主要是我们的航运部门办公的 右边是我们的机务部门办公的 还有财务部门在这边 所以当时的办公条件也不是说相当的宽裕 你可以想象一下每个房间里面实际上当初都有八到四个人在办公 当年刚刚成立好的中波轮床公司就在这栋 曾是波兰远洋公司就职的办公楼里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格丁尼亚市的一个政府办公场所 李查德·格雷茨奈尔说 他从1977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9年的时间里 一直在这里办公 故地冲游他非常感慨 我所有的通讯可以想象非常的困难 不像现在什么都有 当时在这张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所有的通讯 那么是非常困难 还有有的时候还甚至通过第三波去取得和最终要达到的联系方去联系 有的时候要等三天在联系上 环境虽然艰苦 但是中波双方的工作人员却干气十足 不仅连通了当时中国通向世界的海上航线 而且在波兰方面的帮助下 EPP经过风浪磨练的中方人才 也从中波公司走向中国远洋事业的各个岗位 提起过往李查德说 其实除了当时艰苦的工作环境 这里也承载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因为我的妻子在学校中开始了一个工作室 在开始这些财务的财务 但是后来她有很多年纪的财务 所以我认识了她第一次在1977年代 我认识了在1978年 我认识了很高兴的地方 因为我认识了我的妻子 我认识了一个好的成绩 因为我开始在这里 李查德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 他对未知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中波轮船公司 怀有深厚的感情 李查德不仅亲眼目睹了公司一步步发展壮大 也对公司的未来充满期待 他希望中波轮船公司能不断发展 继继续见证中波两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离开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就职 总又带我们设计组来到了格丁尼亚港 这里是中波轮船公司的商船最早停靠的地方 中波公司船曾经挂靠这里的很频繁 在中波公司成立之初 那么大量的元件的物资 从波兰运到中国 都是从这里起运装船运到了国内 就是这个港口 原来公司的船是停在什么地方的 我们停在这边的码头 还有这边我们也停过 我们基本上来了以后 这里各个铺位我们来的话 肯定都停靠了比较多 就是那个红船方向这边 红船位置这边也靠 前面的这个港口也靠 最多的时候最繁忙的时候 会停靠多少艘船 我们公司的船 最繁忙的这个地方 可以停一般停五到六艘船 五六艘船 那那个时候一共公司有多少人 我们那个时候二十四艘船 所以这个五艘船 是不是已经是非常繁忙了 因为以前的章节效率 还是不像系列这么高效 我们的船到这个地方以后 一般要停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983年大驱毕以后 顾世明加入中波轮船公司 成为一名海员 至今已经34年的时间 听顾世明讲 当初他所在的货船 一年要在格定尼亚港 停好两三次 一个航次就要110天左右 当时是从中国运出什么东西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运出的主要是这种 农副产品 乱套舌骨啊 茶叶啊 还有这些满一些农业的一些 瓶肉啊 猪肉啊 这个大量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 我们主要是长得一些机械设备 机械 机械设备 像这种卡车啊 贴头机啊 状态机啊 这些工程机械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跟这些 这些社医部家 我们是以货贸易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拿回的 比如说食品 换那个是他们的钢材 机械设备 所以呢 他们拿到的是 换我们的农副产品 茶叶啊 对吧 这是瓶肉啊 猪肉啊 牛肉啊 顾世民说 当时基本的货物结构 就是农副产品换设备 中国获得了大批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的机械设备 波兰也通过来自中国的货物 缓解了国内一段时间内的 食物短缺 80年代末 那么整个这个波兰的经济发展啊 比较困难 尤其是农副产品紧缺 那时候呢 我们中国的船 运了很多的农副产品 来供应它的社会 那么当地的居民都非常的期盼 中国公司船什么时候能到 尤其是装了大米 装了猪肉 冷冻的猪肉 装了那些食品的船 如果要到的话呢 他们会奔走相告 哦 中国的船来了 带来了大量的 他们所需的这些 服饰品 会供应这个市场 他们提前呢 会在商店里排着这个队 等着这货的到来 当时你们了解到 其实是有人排长队要购买来自中国的这些农副产品的 对对对对 曾经呢 中国公司为了支援波兰的这个市场 改变它市场的货物的紧缺的状况 中国公司呢 还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放弃了我们其他应该运的这些矿产品 设备 那么我们承认这些副饰品 中波轮船公司的创办与发展 也见证了中波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20世纪50年代初 中国百废待兴 需要大量的设备物资 波兰政府与中国成立了中波轮船公司 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20世纪80年代 当波兰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 中国政府也竭尽所能 向波兰提供了很多支持与帮助 这些年 实际上中波公司的发展 也是伴随了这个 我们国家经济的这个发展 那么伴随着波兰的 这么一个国家的这个社会的变化 在一起变化的 那么中国呢 从一个进口机械设备的 这么一个需要进口大量机械工程设备的 这么一个国家 现在我们自己改革客房以后 成长为发展为一个 我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现在设备或机械工程设备成套的 那么我们是世界上的 我们是白载的 钱毛的 那么大量的出口的 这些工程项目或机械设备 是现在源源不断的 从我们中国运往世界各地 也有部分运到波兰来的 它这里是有个船厂 那么我们曾经的船呢 运过这个船厂所需的 分段的这个钢结构 钢结构是供这个船厂造船用的 现在你看到的港市里面的船呢 是相对比较少 中国工程的船呢 这些年次慢慢慢慢也是 很少刮靠这个港口 一年的偶尔来个两三次 那么还写一些货物 大量的船舶 那么靠到其他的国家 发展中的国家 需要这些工程项目 机械设备的国家去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也在逐渐壮大 目前已称为 拥有三亿多美元净资产 17艘重吊船组成的 专业化船队 运力约48万载重吨 航线遍及全球 主要港口的远洋运输企业 如今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 在波兰的逐步落地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意想把班农干线 从欧洲的汉堡 路德丹等港口 延伸至波罗地海的 波兰港口 虽然我们国家 这个一带一路 这个专业的这个特径 我相信波兰这个地方 这些港口 会直接会更加繁忙起来 东欧这些国家 应该说总体基础 各方面的设施 还是现在还是 不算太先进 应该可能需要更新 那么我们国家 现在一带一路的特径 我相信这些港口 波兰这些港口 这个地方 可能也会成为 我们这些海运 这个地方的一个 一个桥头堡的一个作用 所以它会今天去 更加承担这些 或在这个地方 蒸汐再运送到波兰 包括我们临近的立陶宛 如今经过66年的发展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已经成为一家 国际知名的海运公司 它不仅是 中波两国平等合作 共同发展的代表 也是中波两国人民 患难与共 相互扶持的见证 波兰物业管理员加州 体会中波普通百姓间的 深厚轻易 距离市 上海救资 在网雜 选到我了是吗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289集 中波犹豫 进入新时代 正在播出 一开格丁尼亚港 戴桥总带我们来到 位于格丁尼亚市区的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中方员工宿舍 这里距离公司办公地点并不远 据说这片土地是波兰政府 专门为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划拨的 用来修建中方员工宿舍 这楼上面这是正门吧 这是我们的正门 这是我们塔山 这条路我们是6B 我们这个号码 那么门牌号是6B 在这边的话 是不是大家都会知道这家公司 对 从我们搬到这里落后以后 几十年来 那么中波公司这张楼 这张小栏楼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 周边的邻居跟我们相处的 也是非常的融洽 那么这里比较安静 后面有树林 面对的是大海 那么这个地势应该说是非常优越的 因为中方员工宿舍所在地的地名 在波兰语中的发音 跟中文里的塔山很相近 于是这里就被员工们 惊喜地称为塔山宿舍 中波轮床股风公司 波兰风公司 中方员工的一些随缘家属 也一起住在这里 你们好 你们好 都在这下班以后包饺子了是吗 是 我看这边咱们都是在办公室见过的员工 对面这几位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 是家属 对面就是家属了 你们是家属 哦 你们是家属 您是 您是 我们是戴总的夫人 哦 戴总的夫人 您是跟着戴总一块就来到波兰了是吗 对 因为戴总跟我们说 他其实是来了波兰三次了是吗 每次都跟着过来吗 基本上每次都过来 过来 这边生活习不习惯 你习惯 还可以 还可以 那我看这边男士居多啊 然后都是主力包饺子的队员 这是您包的吗 对 您原来在家会包饺子吗 不会 不会 是来到这儿才学的 对 你们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包饺子聚会的活动吗 对 差不多一大多星期 我们每个 通常阿发在旧 一般会年到礼拜五会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 员工和他们的家属们就会聚在一起包饺子 就像一个大家庭 欢聚的机会多了 也就自然而然地减轻了这些害怕员工的思乡之情 那平时大家会不会想家呀 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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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毕竟一年回去机会比较少 你们放假的时候能回去吗 就是每年能回去几次 只能有一次休假 一年只有一次能回家呀 那一次放假回去能待多久啊 一个月吧 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 然后就要马上回来 和公司最初成立时相比 物质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内能买到的蔬菜和其他富食产品 在波兰当地也基本上能买到 同时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 也大大缩挡了员工们和家人间的心理距离 中东地区过来是这几年经济发展最高的时候最快的 那么大家在这里生活的生活 那么市场上的物质供应也越来越多 相对于20年前10年前 这一阶段变化 跟您最开始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初来应该说是条件还是比较辛苦的康材 大家都谈到了 一个市场供应比较少 另外一个就是说通讯条件比较长 现在那时候我们还等国内邮寄过来的报纸看 邮寄报纸 除了物质和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 让这里的中方员工感受更深的 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国内的日益增强所带来的影响 员工们告诉我们 中国轮船股份公司波兰峰公司 已经成为了一扇友好交流的窗口 中国女排 中国国家基建队 中国乒乓球队等都曾到访这里 通过这里来更多了解波兰人民的生活 每次中方员工改善伙食 厨师蒋建华 都要给他的一位波兰朋友一些特殊关照 我这个角度送给我们那个 波兰那个塔山管理员 他们这个吃不到 那么我们就给他们送一点去 塔山这边的一个管理员是波兰人士 蒋建华师傅说 他的这位波兰朋友就和中方员工住在一栋楼里 于是我们和蒋师傅一起端着刚刚煮好的饺子 来到了这位波兰员工的家 我们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 我们是来自中国中央电视排的 今天听说大师傅要给您送饺子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您二位 我们今天听说大师傅要给您送饺子 所以我们大师傅经常帮我们送饺子 所以平时都是大师傅一个人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但是我在电视里看到过就是这个标志 你平时也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是的 看到过 Dark就是是的 是的 是的的意思 那这边其实也是可以收到我们节目的 没有想到 就没有想到这边老夫妻两个人 居然也是看过我们节目的粉丝 他们也能看到的 所以在这边能看到 就是外国人作为我们的观众也是特别开心 平时您跟二位怎么交流 就像刚才那样吗 平时我们就是 有时打个招呼 你好 我好 现在什么早上好 走了后打个招呼再见 到外面来过来 那比如说现在您让他们尝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段是怎么说的 听懂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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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我老婆说得懂 平时自己也包是吗 是跟您学的吗 他说那个汉娘说 那个以前的大师傅 教过他怎么帮睡觉 他是教以前的大师傅 怎么做波兰的蛋糕 互相学习 是吧 蒋师傅说 之前他和塔德乌许 哥罗许素不相识 但是他来这里当主事后 经常和这位波兰籍公寓管理员打交道 一来二去 没有英语和波兰语 任何基础的蒋师傅 硬是凭着现学的几个单词 加上手势 和塔德乌许哥罗许成为了好朋友 两个人没事的时候 就一起聊天笔话 默契的他们 总是能读懂对方的意思 这个馅儿原来给他们包过没有 没有 对 今天这个是大师傅特地包的 这个猪肉 然后虾仁 这个馅儿 什么样 面前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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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尝 这个味道怎么样 好 可以 非常好 是我的大拇指啊 是我的大拇指啊 像你们两位是在这边工作多久了 你怎么工作了 你怎么工作了 十十年 十年 三十一年 一直在这儿三十一年 哇 所以说跟来自我们中国的这些员工工作人员们也是保持了非常长时间的这种友谊了是吗 那时候我们这个中方员工尽到这个有来回的变化 但是他们一直在这里 只有他们是一直不变化的是吧 他的这个小孩从很小 现在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还是住在这里的 所以就是 他说 他说 而且还有这个很多跟以前的这个中方员工的合影 他们就一直都保留着 塔德乌史哥罗什夫妇精心保存着每一届中方员工的合影 有的中方员工还专门写文章发表在中国的刊物上记录和塔德乌史哥罗什一家的友谊 这些都被塔德乌史哥罗什一家用心的珍藏着 跟他们一家人一起照相 对 一起的合影 而且可以看到 这个照片一看就是非常老的那种老照片了 还泛黄的这种效果 所以说这是从非常非常久 他的孩子还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来了 也是中方员工 对 也是中方员工 和他的两个孩子的照片 这个是哈尼亚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他说是二十年前的照片 也是二十年前了 那时候孩子还很小是吧 女儿是八岁 而且这边还有一张照片特别有意思 是一个中国的小朋友 是吧 对 这个是他和他的女儿 这个小朋友是中方员工的孩子是吗 对 在这就是夏天过来这个方暑假的时候 过来的中国小朋友 他说他已经记不清这个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了 对 他是跟他的小朋友在一起玩 所以说除了您二位以外 其实自己的孩子 跟中方员工的孩子 也能有一个很融洽的关系是吧 是的 是的 我们的孩子也是的 和中方的这个 然后他还给我们看一个这个 这是他的 原来我们公司一个员工的他的夫人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当时这个小朋友们都玩在一起 所以就拍了这张照片 非常的融洽是吧 对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除了有老照片 然后这种读物上面都有很多他们当年的这些回忆 所以说能看出来这种友谊是时间非常长 而且非常深厚的 塔德乌史哥鲁什夫妇和蒋建华师傅之间的友谊 所以让我们感受到 中波轮船公司一直发展至今 不仅为中波两国的经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也是两国政府和人民 友好合作 真诚交往 互相扶持的一个缩影 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但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却在不断加深 历经二十多天的行程 我们设置组在波兰的采访拍摄即将结束 波兰这个美丽的国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所到之处无不真切地感受到 波兰人民对和平生活的珍惜 以及希望经济快速发展的破解心情 而中国一大一路倡议 也因此备受波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与重视 前任波兰驻中国大使塔德乌史霍米茨基先生 就一大一路建设给波兰带来的帮助和改变 表达了有众的肯定 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所以我们必须在长期的结果 我们必须在长期的观点 我们必须在长期的计划 我们必须在长期的计划 我们必须在多年 因为我们在波兰的高兴教育 所以因为这些因素 波兰是一个重要的一种 所以在这些计划 提出这些计划 带了中国的商业人 和国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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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国家的计划 我们已经看到的结果 一大一路倡议给波兰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就中国两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中国驻波兰大使 徐金先生也表达了他的观点 这个从历史上来讲 中国两国有着 非常传统的友好关系 这个波兰对与中国的合作 态度非常积极 也做出了不断的努力 所以两国在有 这个进一步加强合作的 这个共同的愿望 有这个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开展合作的 这种共同的政治意愿 那么双方呢 战略上又有这种契合点 双方呢 又有这个在市场上 又互有需求 所以我相信啊 这个中国两国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这个合作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和平生活给波兰 带来了发展机遇 也让波兰近十几年 发生了巨大变化 波兰近年来的跨速发展 与中国十分相似 这让我们体会到 如今波兰人的内心感受 也与他们有所共鸣 近年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中波两国关系快速发展 2015年11月 波兰杜达总统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016年6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波兰 将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7年5月 波兰千宗里 贝亚塔西德沃访华 并出席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两国政府元首的 平凡互防 也为两国关系 掀开展新的篇章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中波两国人民将携手相伴 一路同行 中波友谊也将进入新的时代 有波涛的海绵 就有防范 防范连成篇 远航不孤单 我等出院 用诗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爱的起点 朋友之间 坦诚相见 有福同乡 有难同胆 历经了岁月 春秋冷暖 感情在眼神 相似愁一般 相似愁一般 有一条路在呼唤 带出行 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 千丝万缕 静静相连 就注定了你我 相见的今天 心就不停 再旋转 世界每一秒 瞬息万遍 因为有你 就没有他乡 我们同在 一个家园 家园 無人 ہ 你 真的